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子庭 哇今年的暑假真的是热翻了 尤其整个台湾呢 真的就像是一个热翻鼠一样 那你每一次呢 只要提到了像是这个地球暖化啦 或者是像是极端气候 甚至是热倒效应 很多人就会对于 如何在我们这个生长的环境当中 增加更多的绿覆盖 甚至呢去保护这些生活 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 非常珍贵 可以提供给我们降温 然后遮阳的这些珍贵树木们 更多的一些保护呢 在台北市的文化局 他们今年就办了一个 相当特别有意义的一个 这个奖项哦 叫做树艺奖 最主要呢 就希望能够这个表扬 对于这些保护 珍贵的一些老树 或者是树木们有工的单位 或者是团体 而现在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太平国小 他们其实就在今年的获奖的 这个团体当中 其中一个哦 他们保护了他们学校的 这个珍贵的树木 包括像是茄冬树 以及这个我们的老张树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 记录影片哦 就是太平国小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 这个学校的一个校数 就是老张树 做了一段的记录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的VCR 一三邦随便旧邻里 朗朗读书神 高宋云霄大顿山 相争我爱你 教学不见宗 市长 市德体并重 历史悠久好成绩 没在我来里 应该是85年2月吧 85年2月来到这边 学校都有一些代表性 其实这棵老树好像就在守护我们太平很久 我们在120周年校庆的时候因为为了扩大举办 所以我们学校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其中有一项活动就是校术的票选活动 那这棵张树就变成我们120周年校庆的票选出来的校术 那这棵校术孩子就会为他做一些彩绘 然后去画他的样子 那我们就把孩子的作品就围绕在张树的周围 来做一个纪念 这是我们120年校庆的时候的一个系列活动 老树就代表记忆 老校友他们彼此之间的一种传达的信念 或者是他们彼此沟通的一些元素 人总是有感情的嘛 那跟树木也一样 那何况他陪伴我们这么多年 因为知道他要被拆了嘛 总是离情依依嘛 难舍难分的感觉 这是一定会有的 那我爸爸那时候是家长会的会长 他决定说要让下课同学有地方可以去 而且不会有这个夏天这么热的地方 所以就捐了一个凉亭 是这样的缘起 它是我们目前在太平国小仍有记忆的一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讲我们目前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在太平国小是一样一样的消失 一棵老树在校地还没有开始建设之前就已经存活在这个土地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舍跟离别里面 我们要思考如何让他的精神 让他的回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想这是我们对长树爷爷尽最大的努力跟最后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只能说实在是 谢谢他陪伴我们这么久 现在他要离开 我觉得好像老年人 虽然我听了很难过 但是我听到 跟我说以后 就赶紧赶回来 我只能说祝福他 任务已满 就像我在太平 十二年的校长 守候我们这么久 这是老张树 我现在看到你 我一回到校园 今天以探望老友的 失念情怀回到校园 想和久违不见的老友 续续旧 看到你苦撑的 疲惫的身影 苦苦的被撑在那里 真的有点不舍 然后你 你健壮的身躯 不堪贺根菌的侵袭 铺勘的树梢 哀禅憔悴 见此木井禅光 不禁黯然神上 然后我比较想做的是说 想在轻浮你树皮漂亮的纹里 想在闻纹你树叶特殊的方向 想唤醒你和太平学子温馨的记忆 你是代表和谐幸福奉献的 也是我们的典范 我为你系上紫色的丝带 也把对你的怀念 深深地系在心中 有爱是我为你树叶特殊 中学生 一日如春飘 你是永久到春季 没在我海底 哇看到这个影片了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开始回想一下 自己的这个校园里面 是不是也有很多 一些珍贵的树木 而且树木 有没有受到好的保护 甚至有没有好的 这些生长环境呢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 一起来看一下说 这个太平国小 他们如何的保护 他们这个学校里面 这些珍贵的树木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为大家介绍 第一位呢 就是太平国小的校长 徐云林 徐校长 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二位为大家介绍 是这个太平国小 校友会的这个成员 同时他现在也是 这个农委会的 林业试验所的 记者 不过我更喜欢 称呼他是一个 这个生态艺术家 我们欢迎的是 陈一鸣 陈大哥 陈大哥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记录影片 他是学校的 这个校术 这个老张术 不过很可惜 他现在已经是个 已经这个工程升退了 不过要不要先请 校长跟我们这个 说一下 当初怎么会想要 就是把这一个 张术爷爷 然后发起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 做一个校数的一个投票 然后开始慢慢的去发觉说 学校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这些珍贵的数目 是需要大家 共同的来关心的 是 因为四年前 学校要办理 创校120周年的 校庆活动 那么校庆活动 我们必须要为学校 去寻找故事 所以我们当时设定了 十个主题 当中有一个主题 就是帮学校来找一棵 足以代表太平国小的校数 那当时百年老数 其实非常多 有印度黄潭 还有台北市目前 最老的一棵次童树 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棵 那其实本来应该有三棵 一棵在万华地区已经倒了 那另外一棵只剩一半 因为有一半遭受到虫害 那在松山国小 那剩下最完整的一棵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 就在太平国小 那还有一棵是 也有一百七八十年的老张树 那于是我们就透过课程 让孩子去认识这一些树 从他的树形 从他树木的这个观察 近距离的观察 然后最后我们来做票选 那么原本我一直以为 孩子会最喜欢刺童 因为他的造型最特别 而且他的样子 也跟别的树木 一眼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可是最后我们投票出来的结果是 张树 老张树 那可能是因为他的腹地 跟他周边还有一个良亭 整个图像的意象 让孩子特别的喜欢 所以最后 票选出来这个老张树 于是我们就要开始 为我们的校树说故事 所以我们就办彩绘 就是让小朋友去做写生 然后甚至于在树木挂小朋友给他的祝福 等等这些就成为我们的校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张树爷爷 就是我们这一个太平国小的这个校树 那其实他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对不对 到时候你们最后统计出来 他到底年纪有多大 因为我看因为他是保护老树 所以在文化局的这个树木猎馆的资料里面 应该是民国92年的时候 他是这个写的数字是约180 185年 那这是民国95年的时候看到的资料 那现在是民国110年 其实又多了15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如果把当时的185年 再加上去的话 应该是将近200年了 哇200岁的这个张树爷爷 所以当时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做了这一个校树投票 真的是很认真 然后同学们他们就是开始去做 他们自己想要做的这个认证的一个校树 这其实就开始慢慢的把一些教育意义 开始从这时候已经慢慢开始带入进去了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给孩子一个观念 就是说这些树木比我们的爷爷奶奶甚至曾祖父 曾曾祖父年纪都还要大 所以他们在观察的时候 其实就会对这些老树有一些敬畏的心理 那就会想要去保护他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配合我们的校庆 我们甚至让孩子认识刺童树的历史以后 我们跟松山国小还做了一场叫做两校的树木联姻的活动 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刺童呢 取名叫刺童爷爷 那松山国小就把那一棵第二老的这个刺童树 他们叫刺童奶奶 所以就在我们120周年校庆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个这个两老联姻的一个活动 那主婚人是柯文哲市长 所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小朋友他们其实也会在这个树架 然后开始彩绘他们的树 然后开始对于学校校园里面的树木 有更多的一些认识 但是讲到说要这个开始保护这个姜树爷爷 我比较好奇的是 在这个申请的单位来讲 是由我们校友会由陈大哥这边来做发起的 一般来讲 很多时候讲到学校的这个单位或团体 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家长会 或者说可能搞不好就由学校这边来发起 但是既然是由校友来做发起的动作 陈大哥当初怎么会开始回到学校 然后跟这个学校的一些树木的一些保护 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然后开始加入学校的这些保育行动 因为我自己在零件试验所工作 也很多年了 跟与树为伍也超过二十几年了 所以我回到120年校庆的时候 我回到学校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 小时候经常在树下玩一些很疯狂游戏的 这两排这个茄冬树 当时其实我还没有注意到老张树的部分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因为校友跟学校真的是 他的情感是比较联系 而且是我们可以说跟那个树 也是有一个共同成长的记忆 所以才会去 最后为什么会有校友去提起这一个保护老树的活动 那当然是跟这个张树 就是老张树那个死掉 但病死亡有关系 那这个就 也就是说 其实刚刚校长有讲了很多 大概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校树在教育上面的意义 那就更不要讲他生态上 或者是在都市的这个环境上 改善了这些功能 那我们知道他有这样的意义 我们也知道应该好好地保护他 可是其实是应该要落实 要落实下去 真正的你要怎么样去保护这个老树 那也要去修正过去 过去我们对待那个树 跟给树的价值评断的一些概念上 观念上面都要稍微去修正 要讲的最简单就是 其实人跟自然有时候是冲突 但是他必须要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我们是基于这样的概念 我们希望给这个老树 一个真正的实质上的保护 一个是他在文字上面 或者是在这个法令规范上面 能够有一个约束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要摄入的就是 你要设计出一套做法 让这个树 它在那个地方能够更健康 那这个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土壤上面 是 而且我知道说 因为这个陈大哥本身 当然就是你自己在这个 你的职业上面的 这个专业的背景 然后从小就对于这一些生态 然后或者是自然环境 非常的热爱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是 你最先是回到学校 先帮他们先处理一些标本的东西 然后慢慢的开始 有了更多的一些接触 然后开始去想说 如何的去让这个张树爷爷 然后能够有更好的生长环境 对不对 要不要跟大家也这个稍微说明一下这一段的故事 那这个也真的就是你点了一个果花 它就到处去蔓延 这的确我当时是因为学校有一个老的标本式 有很多的过去的教学标本 我们小时候也有用到 也有用到 那有一群校友 他们就忽然间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很特别 我们里面居然有只老虎的标本 那老虎的标本我去看 它是缝缝补补的 非常的有趣 那长得也蛮逗趣的 那当然就标本的角度来看 品质 因为我自己在做生态方面的东西 我们也在管理标本室 那当然它的状况也是不太可能会很好 毕竟那放了那么多年 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环境里面 所以就需要一些整理 从那个时候开始回去 那回去就当然就大家知道说 原来这个人有这样子的特性 跟这样的一些知识 那后来就关于 我们还有一个水稻田 那水田的生态化也找我去做 那我就水生植物什么东西放进去 那再来就是一个计划 就牵涉到老张树这件事情 那这个老张树后来 这个遗属死掉之后 那个立地怎么样的去 让他再恢复生态恢复利益 也是我帮忙去设计 然后再从这个老张树再衍生出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保护校园 其他的老孙呢 就是解冬树的这一个部分 是不过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 这一棵这个张树爷爷 他现在已经攻城深退 但是当初在选择 这个投票选出来 这棵校树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他是不是未来 还是可以持续的活得很好 那是怎么发现说 他可能已经早就已经开始生病了 这个要特别感谢我们一名学长 他其实生态观察的很仔细 当我们从肉眼看 觉得他还绿意盎然的时候 其实学长已经有观察出 他的末端营养不良 那再从他的末端 往他的树根去追溯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做一些检测 带回临事所去做检测 发现确实是核根菌的一个感染 那这个感染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他感染的面积有多大 因为这棵树的树径相当的粗壮 所以我们认为说 如果感染的层面的比例 不是很高的话 我们第一时间是用救治的 所以当时就架了很多的支架 跟他的浇灌系统 那希望能够用救治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这是第一次 那小朋友也都 包括我们的校友 都在围墙绑紫色的丝带 希望能够对他有一个祈福的效应 但是后来经过比较详细的检测 发现他感染的比例 已经超过90%了 就是说他这棵树 基本上他其实从根部来说 他其实已经死亡了 只是他末端还有一些绿叶 是感觉好像他还 那是一种假象 那当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其实就要开始规划生命教育 所以就要让小朋友胜了至于 在张书爷爷的最后一层为他写诗 然后在他这个张书要移除之前 我们就为爱朗读 那让孩子来这边做巡礼 那其实有些小朋友 我们也会看到 他因为可能把气氛营造的还不错 所以他会有一点不舍的眼泪这样 那最后还是必须要运用机具 来将他做一段一段的移除 那才会有后来的纪录片 是 所以这棵老张书 他是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进行就是拆除的工作了 那当一开始发现他有生病的时候 那其实你有跟我提过 他其实是很快的在过一个 就是一个年之后 其实他的恶化的状况 就非常的严重对不对 对这个也是死掉未及了 就刚刚校长讲的 因为这棵树其实是在用 他自己本身的营养 最后在支撑的 那因为底下我们真的看不到 所以说为什么说土壤非常的重要 就是这样 因为这棵树其实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 在近代 有不晓得什么时候 曾经被根系被盖过土 那他没办法呼吸 就是他死掉之后 你们把他打开来之后 发现 其实他的生长的环境 其实是蛮恶劣的 才发现的 那我想在学校里面的树 可能多多少少会面临一些 这样的命运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经验 也是痛定失痛 就是说可以让大家能够再 对这样的事情要再多关心一点 因为他的病程的进展 可能是很缓慢 而且是无声的 你看不见 树不会讲话 加上这个核革病 它其实是会传染的 对不对 它会传染 但是它其实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因为它除了从根系传染之后 其实它那个包子 当然包子的传播力 据说是比较弱 可是如果你的树也很衰弱的时候 它就会有极可症 所以把树维持健康是很重要的 是 我也因为了这一棵 这个张树爷爷他的死亡 然后所以就是学校这边发现说 其实应该要开始就是保护学校里面更多其他的树木 是对 因为我们孩子其实也会主动提出来 因为当时自然老师在课程教学的时候 其实会告诉孩子这个核根病它具有传染力 透过土壤等等 甚至于如果人类的鞋子踩过这个土壤 他可能在踩到另外一棵树的时候 那棵树可能就被感染了 所以孩子也会担心说 那我们其他的树怎么办 那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所以校友会刚好就可以来协助我们 做这样的一个巡检 然后再引进专业的资源这样 那其实刚刚看到那棵老树旁边还有一个梁亭 对就这个梁亭 这个梁亭也是一段故事 因为这个是50年前的家长会会长 当时捐赠给学校的一个梁亭 其实他也都有很多老校友的回忆 那我们为了移除这一棵树的时候 核根病的移治 它有相当标准的这个作业流程 比如说你的根系 必须要完整的做移除跟熏征 这个土壤必须要去做一点处理 但是它的叶冠有多宽 它的那个树根 树根可能就有多大的范围 范围就有多大 所以我们发现它的树根 其实已经在这个梁亭底下了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尝试 想要保留这一座梁亭 但无法 那无法的时候 我们甚至还请了这个校友的建筑师 因为太平国小一百多年 人才太多了 所以包括很知名的建筑师 也是我们的校友 我们就把他邀请回来 用什么样的结构的方法 可以将整个梁亭整个抬起来 保存下来 对 抬起来先移到别的地方 然后把张树处理完以后 再把梁亭移回去 对 甚至连支架都做好了 可是后来建筑师发现 这个梁亭它其实是模组化的 所以当它的结构松散了以后 它的梁柱其实角度就不对了 当它角度不对的时候 你一移动它一松一挫动了以后 结构就对它就不安全 所以最后我们最后是留下那一块 刻在后面的文字 就是民国纪念 对对对谁捐赠给 那这里就引发出一个美好的故事的 一个延续 我们觉得说看起来都很悲伤 结果后面就延伸了一些 比较温馨的故事 结果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家长会 会长他其实人在新加坡 但是他的孩子也是我们的校友 是林口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 所以他就代替他的父亲 回来学校 然后来见证这个梁亭跟张树之间的 故事的起伏 那他再回去跟他的父亲做报告 我们也把那一块名牌 保留在我们的校使室 对那因为他在林口长庚工作 所以就引发出了 原来林口长庚医院的院长 也是我们的校友 那他们就组团回来学校参访 那一回来参访以后 就开始找他的同学 就说有没有以前的同学 结果就发现 近两个同学是王道银行的总裁 哇这学校真的是人才极其 对然后他们又回到母校来 结果就想说 那我难得回来 回馈一下母校 所以后面就有很多 更精彩更美好的故事 就一直在 就开始在延续下去 所以其实透过这个张树爷爷 他的这个生命算是结束了 但是他引发出来的更多的一些 这个延续下来的美好的故事 其实现在可能持续的正在发生 好不过这棵张树爷爷 他虽然现在已经移除掉了 但是接下来学校里面 还有很多的数目是值得大家保护的 所以呢 大家现在关注的焦点 就是在这个操场两旁的 这个茄冬树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会开始觉得说 应该要把这些关心的角度 然后转移到这个茄冬树的上面呢 其实这一圈的校数 跟孩子的关联性 会比较强烈的原因是 小朋友每天上下课 接触这一圈树木的时间是最久的 因为我们的操场 是标准的200公尺操场 校地2.9公顷 是台北市西区最大的一个学校 那校地这么大 这一些数 看起来它的间隔 就会让孩子的生活的连结性 一定是比较强 所以校友会就会希望说 透过一些史料的收集 来证明说这一圈的加冬树 都已经超过百年了 所以应该要进行一个维护的需求了 而这里面有一棵树 非常非常的特别 我也每次带孩子 我都会跟他们做一个介绍 这一圈加冬树里面 有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 那个看见台湾的导演齐柏林 他在最后收空拍机的最后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的操场 那他在他的脸书 去告诉大家说 这是他看过最漂亮的小学操场 尤其是这一圈的树 让他很感动 现在的都市丛林 能够看到这样的绿地 他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那第二个故事是 因为加冬树 它又有一个 另外一个名称叫苍桑的老人 因为它的树流特别多 那树枝树的这个柱状的树流很多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树穴 那当中有一棵树 在之前中国 中国时报有来做过一个专题的报道 我们有一棵树是 它是以加冬树为主干 但是它有一个树穴非常的大 就从那个树穴长出一棵张树 所以张树跟加冬树共生 对 就在这一圈树里面 那我们一开始看不出来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叶子的形状不太一样 那把张树的叶子摘下来揉一揉 是会有张老丸的味道 所以才知道说 原来张树跟加冬树共生 那是一棵最特别的树 是 我现在这个 刚刚其实陈大哥也有讲说 就是当你那时候回来学校 第一件事看到的就是这些加冬树 因为对你来讲 50年前的这个小学生的 那个回忆当中 这一排的这个加冬树 对你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我当时来看真的是 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树通通都在 另外一家说 怎么好像没有长大 那种感觉 那这两排加冬树 我相信每个太平的学生 都曾经在这个树下 为什么 因为下课的时候天气很热 大家都走在那个 一排走在那个树下面 然后还有那个 夏天的时候 那个缠的叫声 我们学到缠的叫声好大声 对所以我们对这两排加冬树的 还有那个照相什么什么 这样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 所以我才会有那么多的资料 可以拿来比对 你刚刚也有讲到 50年前你觉得说 这些加冬树也长得很好 然后这个也在这个地方 但是50年后 它怎么好像高度宽度 怎么好像还是一样 维持在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当中 所以你们想要回去找说 这些加冬树到底它的年纪有多少 所以你们开始翻了很多的一些史料 然后很多的一些记录 开始去证明说 这些加冬树它到底存在 在这个学校里面到底多久了 这故事过程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这个其实也是刚好就是 因为我是森林 做森林的 我森林去毕业 又在林业试验所工作 那所有树林的这个判断 那我们森林里面 有什么叫测济学测量 我们都要学测量 所以才会有这张图 我用透视的这个原理 去判断那个树有多高 另外一个航空 这个刚刚那个航拍图有没有 那我们学森林也要学这一种 叫做遥测 那刚好就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那也真的是有很多的史料 在这个阶段 现在大家有这种意识的觉醒 所以我用中研院的那一个 台湾古地图 那去在这个地方找到不少的资料 然后再做一些理性的判断跟整合 然后提出去 那你一次提那么多数 你总是要让这个委员 或者是我们这个主管机关 能够有一个头绪 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送出去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文化局 我们长官就看一看说 这个资料这么齐全 我看你们也不用再开什么会了 我们直接就去会看吧 是 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那时候找到这个资料 其实对很多这个观众朋友而言 其实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去想说 原来树木它怎么没有变大 然后它的这个原因它的年纪大概多少 你找到了这一个是1941年 在太平国小的一个运动会 然后刚好有拍到这一群的这个 我们的加东树的这个历史的影像 然后你去推估树的高度 然后甚至去想说 它在这个时候已经这么高了 那它的这个应该要有的一个树的年纪 对不对 其实刚刚校长也有提到了 我可以这么讲 我们所有在学校里面的树 尤其在操场边的 它的生活环境都是非常恶劣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它本来就有它使用上面的 一个用途跟极限 那当时这个是五公尺 现在的树的高度 大概在九到十公尺左右 不是没长大 是因为我们也跟着长大 可是它长得很慢是真的 但是我们也要回头来想 这个树这样很低调的慢慢的生长 如果它一下子膨胀长得很快的话 或许它老早 一些建筑物或者是安全肯定 会造成一些影响 是啊 是啊 所以你想起来有时候 因为我自己在森林里面 也跑了二十几年 我们看到的树都是非常壮 非常大的 都是可能生物 非常开展的 我们看得很不习惯 但是说实在的 我这几年也慢慢的在修正 我自己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 不过这也是等一下 我们可能会提到的 就是如何在这个生存安全 或者是说在这个生态当中 要如何取得这样的一个平衡 不过找到这个史料的照片 除了去可以看说 这个树的高度 大概是有五公尺 然后是在1941年 它其实已经存在在 在这一个学校里面了 然后甚至我们也找到了 在1929年的时候 我们去比对说 在这个2021年 学校这个树的高度 跟当时学校树的高度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说 它整个生长的环境 甚至是 它的这个 如何去让它的整个树的 这个生长 它的环境到底好不好 可以从这边也是 稍微去做一些判断 对不对 对 这个最有趣的地方 是在我们看老照片的时候 那个树 因为树的形状不会变 它的主干是在的 所以你可以去比对 这一棵树 其实就是那一棵树 就是这一棵树 对对对对 从一个同一个视角 去拍这个工作 这个做起来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一般的观众而言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学校里面的树木 大家应该都是快乐的生长 但是从我们去 这个张树爷爷 他的病死之后 然后我们去看到说 底下的土壤 然后甚至我们去发现说 这一些家中树 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 可能为什么长得 这么的缓慢 我们慢慢发现说 其实很多学校的 这个底下这些土 不见得是适合这些 树木生长的环境 对不对 是对 因为土壤改良 刚刚学长有说得很清楚 就是对树木 是最直接的第一条件 那我们可以看到 1929年的 当时的这个建筑物 它的土地 其实不可能是水泥地 那到了2021年的话 就是前面是PU 后面是水泥 所以这个土地 其实已经限缩住了 那再加上当时改建 因为建筑物改建 所以改建之后 底下是不是会有一些 废弃的工程废土 等等去影响到树木的成长 这个都是我们校友会 去发起这个活动以后 第一个最关注的事情 所以今年的暑假 就是从这个月开始 现在学校的操场 整圈的泥土都被翻起来了 就是我们已经有申请 一个老树围馆的计划 那其实我们也很感谢 就是说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他们其实是很关心教育的 那当他发现 像我们的张树爷爷 因为病死之后 其实很多的民意代表 他们认为说 学校不太可能有这种专业 去判断一棵树木 是需要进行 该不该进行维护 通常我们目测 该进行的时候 那棵树其实已经不行了 都已经生病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学校 是不是应该能够 有一些专业的资源进来 那专业的资源 就会建设到预算 所以他们希望交易局 能够支持这个预算 那其实交易局 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跟文化局 合作的时候 其实交易局很支持 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说 我们可以分期 然后每期的预算 需要多少 就专案报局 那局里就会合拨 所以像我们这一期交易局 就合拨了89万给我们 那我们现在正在做 整圈的土壤改良 是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学校开始去思考 然后刚刚校长 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不只是太平国小 我觉得搞不好 全台湾有很多的学校 他们可能在改建操场 可能在做这一些 很多的建设的时候 或许搞不好 就真的会有一些 可能废土 或者是废弃物 然后随着这个刚好改建的时候 可能也都到了这个 学校的这个树底下 那他可能都会影响到 这些树木的生长 那这对于陈大哥 就你过往看到的 可能都是森林 然后可能都是自然的环境 但是碰到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在学校 可能他在建筑上面 他可能本来就会有一些 安全上 或者是建筑上的一些考量 但是对于树木当中 你们要开始 如何去取得一个平衡 然后看到这些树木 他可能是应该要有 更好的生长环境 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去处理 然后去好好的去维护 这一些加东树呢 我想每个案例的这个 这个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 说实在我觉得 这件事情蛮需要骚脑的 蛮需要一些创意 那像在我们这一个案例的话 它底下是铺了很厚的植草砖 那我们的做法是 把植草砖打开一部分 然后给它通气 然后让它加一些有机质 然后帮它围一个直圈 那让将来的这一个 践踏的这个状况会减少 目前这个工程做到一半 至少就现在很壮观 那个量非常的大 那天我在树下 或者人家想到说 这个树如果有这个想法 不想到会不会觉得说 哇这一百多年来 终于可以好好的呼吸一下 终于有了 这样子来关心我这样 不只是我而已 还有校长 还有我们这些树医师的 这些团队在做这件事情 那每一个案例都是不一样的 某些树长在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危险程度可能就会不一样 这个都是要去经过一些考量的 是 不过能够就是有像这个太平国小 这样子然后开始去做这一些 有关树木的这些保育的工作 其实它牵涉到的组成 其实像学校这校方 一定是要能够支持这样的活动 然后像太平国小比较特别 它是由校友会的 这个我们的校友们 然后开始发现 然后开始就是提起 这样的一个保育的计划 这当中还牵涉到了很多 像是刚刚陈大哥有讲的 像是树木的一些专家 当然也需要这个经费上的支持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可能也面临了很多一些 观念上的冲突 或者说彼此之间要如何取得对抗 因为一般来讲 大家可能会想到说 保育动物 现在大家保育动物 或者是说保育一些 这个森林上的一些植物 大家都会觉得这是第一优先 可是很多人想法 他可能会觉得说 那学生的一些安全 那要如何去兼顾 这当中就有很多一些观念上 要如何去沟通协调的一些 这个如何去拉扯 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学习的一部分 对 这是太平国小历任校长都一定要做的功课 因为校园有三大要素 安全卫生可学习 所以安全卫生永远是放在学校的第一顺位 那我们如果说去为了维护老术 或者是照顾学校的这些生态的部分 那第一个前提就是 它不能影响到安全卫生 但是安全卫生这个定义 又不是那么的明确 就会涉及到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那有人认为学校是校园 大安森林叫公园 这个校园跟公园功能性不同 那照顾养护维护的这个技术 也应该有所不同 那这两种观点一定会冲突 那当它冲突的时候 安全卫生它到底是需求还是借口 就会成为我们要去面对的议题 那有很多的案例 并不是因为说 学生发生了安全的状况 我们才去做处理 现在都需要先去做预测 就是说这样做会不会 担心学生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所以我现在先做了这些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它到底是这个需求还是借口 这样就会有产生这个论点的冲突 那于是我就很需要一些专业的资源 那么我就很高兴说 刚好有学长他们这个 比较专业的资源他进来 他知道说其实森林 他其实又有分成这个上中下 待会可以请学校再说明 他有不同的分层 那么在这分层里面 也不可能让他看起来像个废墟一样 或者杂草重生也不至于 所以我当时来太平国小的时候 有一些民众他们觉得说 太平国小的围墙看不到建筑物 从围墙看不到建筑物 因为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那后来就这样的观点 影响到了所谓的安全卫生的观点的时候 它形成另外一种极端 那就是全部铲除 让他变得很像就是割草一样 让他变得一片平坦 那视觉穿通透了 环境变干净了 感觉这样才是一个学校需要的地方 可是过犹不及 就是这两者之间 如果全部都变这样的话 那学校跟监狱就没两样 就是你看到都是一致性的 起头那种平等这样的感觉 就是不会有一个学校 该有的绿色的感觉 所以学长我觉得他们就是 是在这里面 我认为我比较能接受的 就是他在这平衡里面 不至于杂乱无章 但也不应该是用那一种 军事化的这种方式 来让一个学校呈现 这种外面看起来很干净 但是感受不到生气的 这种校园这样 是 我也藉由这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保护 这个我们的家中树的过程当中 你开始慢慢发现说 其实过往来讲 像是这个修剪 这个学校的一些树木 甚至在使用这一些 像是割草机当中 它其实对于树木 或者说对于这个环境上面 可能多少都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 对 尤其是像割草机就有两种 一种是用推的 一种是背在身上的 那我们学长他们 其实就不鼓励用推的 因为推的话 它设定的高度可能太低 那个草被割到 很整齐 对对对 感觉上就是人工草皮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它一推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去打到树枝 那树枝的表层 如果被割草机打到的话 其实它就受伤了 所以如果我们是用手持式的 我们可以决定它的高度 这样跟它的范围 所以光是从割草 那修树 修树的话呢 以前为了防灾 通常都是由这个云梯车 然后带着电锯 然后就是开始大刀阔斧的去 去殊枝这样 然后避免风的影响 把它给吹倒 但是现在的修树 它其实我们都找的叫做攀树石 它其实是透过绳索跟确保 然后爬上去 一根一根的慢慢修 那这个对环境友善 对树木友善 那在整个的过程 就是一个教育过程 那孩子去做观察 他可以理解原来这叫做修树 那原来攀树 有不同的高度去看这棵树 甚至从树的高度来看我们的人类 那种那种教育的感觉 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学到很多东西的 确实哦 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说要保护好这些树木之外 其实学校毕竟就是一个教育的地方 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在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当中 可以知道说 大人们如何的去对待这一些树木 那从小养成这一些 对于生命上的一些重视 甚至包括了像是一些树穴的 这个漆地的一些改善的过程 甚至我也知道说 不只是这个学生 可能他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做一些教育 包括学校里面的一些校园的志工 他们在修剪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一些再教育的 是的 但是在我们在讲修剪的这一个技术 或什么层面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修术的必要性在哪里 那它所造成的危险是很危险 就是危险发生的几率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在讲的树木风险评估这个概念 那有一些新观念我们要带进来 比如说都市林的概念 傅城林的概念 还有很多我们现在的教育强调的 小学教育强调的是素养 素养不是一个单一的答案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那它牵涉到的知识 要能够充分的去运用它 我认为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 刚刚讲到安全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卫生 那么其实我们在校园里面刚刚讲改良土壤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步就是我不要扫树下的落叶 那这一件事情就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找到证据 就是说因为蚊子它的生活习境是什么 你被蚊子盯了 你要先搞清楚是蚊子还是小黑蚊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蚊子是水生的昆虫 它的幼虫是水生的 落叶里面没有办法积 落叶会积水 可是积水是几天 那蚊子的发育需要几天 用这个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一个科普的宣导 让大家能够解除这个疑虑 那你才能够去接受这个落叶 堆在树下 那这个东西 又要牵涉到另一个事情了 叫做美学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 因为我自己会比较注意美学这个问题 我们的台湾的美学教育 是比较不及格的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 其实应该要慢慢的去养成 看到这个落叶还有层次 为什么我不要一眼就看过去 我要让它有层次 那这个都是跟美学有关系的 那中间还有生态 两个加起来叫做生态美学 因为它其实中间的这个学问 其实是很大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 大家这个上课前 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学校的校园环境 那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扫落叶 但是这时候我们大家都开始有了一些 这个观念上不同的这些想法 然后跟冲突 我可以去学到很多 但除了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保护 这个我们的加东树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需要靠校方 还有校友会 其实也需要让很多的 不管是学生 甚至是社区当中 大家都能够共同的参与 因此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户树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让它这个户树跟森林 能够达到所谓的社区化 所以我们有几个目标 像是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社区 能够跟这个社区互相做结合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办了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其实相当有趣 校长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把整个学校变成一个 这个小森林这样的感觉 然后甚至能够让社区的民众 让小朋友 让家长大家都能够互相的来做一些参与 因为我的理念 就是学校其实是社区的一部分 学校如果把门关起来的话 就是学校 但是学校把门打开就是社区 所以透过现有的 大家推动的一些成就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友善环境 友善这些植物的再利用 然后让它变成一种创意 跟可学习的素材 那就办了这些 有点像园游会的概念这样 不过透过这个绿生活节 让这些社区的民众 甚至更多的这个团体 大家认识到这个太平国校 但是走进到太平国校 之后我们发现说 很难想象在校园里面 现在开始有一个 类似像小森林的这样的感觉 充满绿意的 这其实在过程当中也要牵涉到 就是学校的 就是整个都市的环境 到底适不适合 包括它的这个树种 甚至它们应该要栽种什么东西 这其实是很大的另外一门学问 是我们可以这么来看 一个一片森林 你可以把它变成叫做 现在可以名字叫微型森林 三棵树是三棵树 但是你在三棵树的附近 再去做一些附成或者是生态化的营造的话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三棵树的小森林 那单一棵树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作整棵树 是一个生态系 这样子来看 它会有不同的做法 那这个是近年代 比较有人在讲的叫做生态设计 我们的设计不是造元设计 什么这些设计 还有生态设计在里面 那你会从这个中间去发 发掘一些乐趣 跟一些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其实这也可以补充 就是说它整个的环境 经过学长他们的设计之后 我就跟老师开会讨论 它可不可以是我们的活的教科书 那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就是很棒很棒的老师看到以后 观察到以后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教材 在我们的生态池里面 学长他种了一排的仙草 那仙草会开花 但是我们的围墙有一盏路灯 那么在这一区的这个 我们也用一个长方形的来看 这个长方形里面长满了仙草的花 可是中间就有一条直的不开花 这样 那我们就让小朋友去观察 为什么一样都是仙草旁边开花 这条不开花 对就是因为那个路灯 晚上会打亮光害 所以那当被有光害的地方 他就不开花 那其他没有光害的地方 他就花就长出来了 那第二个就是 好这是一个议题 你发现问题了 那现在强调素养的话 就是说那孩子们你们来思考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就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遮住那个路灯 但是又不能影响行人的安全 所以它的光源 对校内来做遮蔽 但是对围墙外的人行道来做开放 他怎么去做设计 那第二个是 经常会有路人 被大王椰子树的落叶打到 这是所有的社群都会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就带孩子去观察 大王椰子树是很好的人行道的 这个到处都看得到 可是你怎么去小心 不会被大王椰子树打到 那你怎么判断它快要掉下来 所以树医师就来指导小朋友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修一个大王椰子树 那我们看到比较不当的修法 是它只留中间那颗心 那旁边的树叶全部都砍光 那这个招的就是不当修剪 那他就会去告诉小朋友说 你们可以从远端的测量 然后拿两角器来看 如果你发现那个叶子的 两边的开端已经大于60度 那就表示它有垂掉的可能性 那它就是适合修剪掉的那个叶子 那小朋友他就可以用 我们就用数位相机拍下来 然后把它列印出来后 用两角器去量 然后去判断哪一个树叶 是应该要去遮掉的 那再从这里面去学会对称 所以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 我们有志工 他运用对称的概念 去做了一个五角停 那他就成为我们的数学课的教材 是 对所以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那边量 量他们的角度 去证明对称才能够造成结构的安全 哇所以透过这个学校里面的 这个围森林的这个过程 它其实不只是这个很多的一些 职务上的一些教育 它其实可以跟很多教科书的一些观念 互相的结合 而这是可能在课堂上面 你所学不到 甚至你可能没有办法实际去做感受的 就可以让小朋友直接透过这个实际体验 然后去做学习 除了这个社区化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生活化 就刚刚校长讲的这个 让他的这个教材能够更加的生活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张叔爷爷 他这个工程升退之后 我们也运用他的这个本身 创造出来这些素材 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教育 是因为其实缘分 就是故事会 一个故事去影响另外一个故事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这个雕塑学系的系主任 他是留学日本 那他有一个大学长 就是叫做黄土水 他被称之为台湾的雕塑之父 那黄土水是太平国小的校友 他是太平国小毕业 又回到太平国小来教书 最后留学日本的时候 还送给学校一个国宝 现在这个国宝这个议题 现在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一个少女胸向的这个雕塑品 那这个系主任呢 他就发现说有这一棵树 因为他本身是雕塑学系的 所以他就来找我们主动谈合作 帮我们可以运用的这些质干 来发展他的壮志艺术 跟雕塑的可能性 我就跟他签NOU 就是说那可不可以 我们来两校的合作 这不叫产学合作 因为他不是产业单位 对他是学术单位 所以我们应该是校纪合作 所以我们就签了一个 校纪合作的NOU 那他们的学生 就来带我们的孩子 做木工艺的课程 那就是由这些 张树的素材来运用 哦没有错 所以呢就跟那个 台湾艺术大学这边 开始做了一些 校系的这些合作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运用 这一些这个张树爷爷 他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素材 然后可以做这一些 不同的这些创作品 好除了生活化之外 我们也让他尽量的 有一些趣味化的过程 能够借由一些游戏 或者是闯关的方式 让孩子们对于这个植物 对于生命一些教育当中 有更多的一些认识 是这个游戏哦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 一般的学校 大概一年都会办一次原游会 那这原游会 不外乎就是 有很多的吃吃喝喝的摊位 游戏的摊位 但是在太平国小 我们没有原游会 我们办的叫游艺会 就是说学校有这么多有特色的活动 特色的自然环境 那我们就用一天的时间 让孩子每一站每一站的去做学习 那这是其中的一站 就是由我们的志工 来教小朋友认识校园的职务 那他们除了认识年轮之外 他们会把落叶拿来制作班棋牌 就是把它拼贴成他们的 比如说203 二年三班这样的一个班棋牌 然后就挂在他们的教室门口 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趣味学习 又能够认识环境友善环境 去最后去爱护环境 那我们觉得说 孩子怎么样去推广环境教育 你灌给他知识其实意义不大 你必须要让他有体验 让他能够亲近 所以他必须第一个是去亲近环境 然后认识环境 认识环境之后 他才会去爱护他身边的环境 那他有着爱护的素养以后 将来讲到他对整颗地球 他才会有保护的这个观念 所以先会爱护身边 才会保护世界 我觉得这是我们给孩子的一个观点 哇我们看到了这个太平国家 他们藉由这个孝树的保育 然后开始发起了一连串的 这样子的一个 在学校里面生态上的一些改变 不过今年因为你们获得了 这个台北市文化局的树易奖的肯定 获得这项树荣之后 当然责任感跟这个使命感应该就更重要了 那接下来呢在校友会这边 有没有接下来整个这个太平国小 在这个互数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有没有未来的一些期待 或者是一些这个 接下来想要走的一些目标 其实我们学校的那个数蛮多的 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把它建立一个工作的模组化 那现在感觉上就是我们人力也稍显担保了 那我希望就是说 在近期希望能够把我们学校的经验 那把它做出一些小小的片段单元 那我希望能够有机会 能够跟其他的学校来交流 因为学校之间 学校的这个社群之间互相连接 互相肯定是蛮重要的 那关于我们学校里面 能够再发展的东西 讲实在的我们的创意是无限的 因为大智能的变化跟资源 真的是蛮丰富的 像我们最近在学校里面种的那个大青 蓝 我们也把它制成那个蓝料的成功了 蓝料 植物蓝 我们居然做出来了 那再接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把它蓝布 我们把它命名叫太平蓝 所以接下来一些创意跟这一些 那我们也还有一个食物森林 也是最近在发展当中 那个还有一个窑 校长要的窑 那我们把它做出来了 我们跟校长真的一起完成了不少的事情 包括刚刚我蛮有感的就是那一个老树木材 留下来的这个过程 真的也是经过一些很多的折冲 跟很多的斡旋 才有办法留下来 也包括我们的专业知识在里面 不然它是会被烧掉的 真的 这真的很蛮可惜的一件事情了 好那校长呢 就是好的这个术语奖之后 当然接下来有很多一些计划 但是就如同这个刚刚陈大哥讲的 其实有很多学校 我们现在可能也在思考说 是不是有很多学校 他们的校数也是需要保护的 甚至可以藉由太平国小 这一个成功的案例 然后未来可以引发很多学校 全台湾学校 甚至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关心说 一般我们看到马路上的一些行道数 它到底这个生长的环境好不好 这其实是可以让太平国小 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 这个示范的教材 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说行政的智慧 我觉得很感谢文化局 有这样的一个高瞻元族的想法 那其实他办这个术语奖 其实如果我只是办一个颁奖典礼 然后就结束的话 其实是很可惜 它就变单一的活动 但就像我们办教育一样 就是我常讲小学是六年 我都告诉老师说 教孩子六年 你要为他享六十年 所以这个术语奖的活动 如何让他永续 我觉得文化局做了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就是他要求这个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我们会在八月二十四号 就在我们的太平国小 那有我们的志工现身说法 然后文化局跟教育局合作 去来要求各个学校他们的这个负责的承办人 就是如果你是跟这个业务相关的承办人 或者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老师 你都可以一起全台北市 就一起到文化到太平国小来 对那我们的志工就带你实地去走一圈 做一个校园的行李 对对对那刚好现在我们就正在做老树维护 那让他们知道土壤对树木的重要性 那藉由这个过程再把他们当成是种子老师 回去以后在家里扩散 我想这个隐藏的力量 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大的 是好透过今天这个太平国小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开始也要去注意一下 自己生活周遭的这些树木 他们是否这个生活的很好 当他们提供给我们这个遮阳 然后降温的这个效果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要多付出一些关怀 去关心他们生长的一些状况 如何在树人跟城市发展当中 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态 能够取得平和 让我们整个生命当中 可以永续地发展 我想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今天非常感谢校长还有陈大哥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当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 大家的收看 我是曾梓婷 我们下次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